第四季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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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 等等 小兄弟 既然你这么聪明的话 那一定很清楚 什么事情对你是最有利的 如今这个临山派的掌门 已经被杀了 我可以帮你断案 帮你通过百川彦的考核 让你爹娘 也再无话讲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没有正式被录入百川彦 对吗 要是百川彦录入你了 那你应当 有自己的形态呀 是吧 又怎么会偷拿别人的呢 下次啊 注意这段点 我上次见你的时候呢 你嫌弯干净整洁 可现在却蒙灰深沉 大少爷连茶水都不愿意将就的人 现如今 几日都不更换鞋袜 想必你是囊中羞涩了吧 如今 你又把自己的玉佩盗了一些 可见你爹娘不支持你做行探 所以你是偷偷地溜出来的 那百川彦呢 向来对朝堂进而远之 佛比白石又不为轻易地接纳你 于是你想了个办法 就和百川彦佛比白石打了个赌 破几个案子再进这个百川彦 林山派掌门蹊跷蹈先 也就是你的第一个案子了 所以你才来这里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林山派掌门被杀了 你也参与其中 你忘了 这林山派掌门死的时候 我可在烽火堂那些人的手里 只不过呢 这林山派的掌门 之前呢 曾经向我买过一些不药 也就是不身体的那个药 一直拖欠我的银子又不给 你想一想 连无量银子都拖欠我的人 又怎么会 舍得了这万贯家财去登仙呢 我看你现在也很窘迫 不如这样吧 我把你破案 你放我走 如何 谢谢你提醒我 没错 这百川彦确实尚未录取我 不如就拿你这个假神医 来当通病状吧 我封住这两个穴 寻常人根本解不开 你休想要逃 至于这王掌门是不是被杀的 我自己会查 还轮不到你这个巧言令色的假神医 替我帮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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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